今天呢我要畫的是不一樣的卡梅拉裡面的Hero英雄 就是卡梅利多拉 他呢能夠打敗怪獸 現在我畫的是眼鏡 我喜歡用鉛筆像起稿 是樣子可以修改我的錯誤 好 畫上他的翅膀 他是這個故事中很勇敢的人哦 如果你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可以掃描左下角的二維碼 收聽這個故事 你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好 我要畫的是反光的眼鏡 线條確定了 我要給他畫上蹦爆炸的效果 這個故事是這樣子 那個怪獸呢噴出了一個非常厲害的激光 就別人看他的眼睛就會被動上 那他戴上這個神奇的眼睛以後呢 就不會被動上了 超厲害 好 我現在畫的就是他反射的爆炸效果 這個你可以用非常炫酷的綠色黃色和橘黃色 這種非常高科技的顏色 好 把線條加掉 人物的顏色我快進了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的給他上色 這幅畫呢 大膽的上色 我們沒有任何的局限性 可樂姐姐呢只是給你一個參考而已 如果你畫完了作品的話呢 可以發到我的個人微信上 可樂姐姐2013是我的微信哦 嗯 如果你畫的很不錯的話 我會給你發一個讚 或者是很不錯的消息 嗯 在我們當天晚上的節目中呢 我會把你的作品發到 可樂姐姐的公眾微信上面 展示給大家看 上色的時候是最愉快的 但是呢要有耐心哦 像這個我只上了一層淡淡的 好 差不多完成啦 可樂姐姐期待你的投稿哦